我是一名网络的客服员 帮忙回复一些顾客的那些问题 投诉啊还是对产品的那些问题 现在在维特科技公司 做Coporate Communications Executive 公司的新闻稿啊 然后一些写写和写写的部分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华晓老师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家庭 我有一个弟弟 我爸爸还是在我八岁的时候意外往生 他让我在八岁的时候 就面对亲人离世 然后呢第一次认知到 人是会离开这个世界了 爸爸他是一个生意人 就他每天早出晚归去赚钱 在我八岁多久 这样子的时候 爸爸就往生了 心脏病就突然间的 就爸爸往生 因为很突然嘛 就会让我觉得人生很假很无常 然后生命很脆弱 所以就会觉得 如果这样忙忙碌碌这样一辈子 到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 这样子的人生是我想要的吗 就是说我从比较小的年纪 我就会去思考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来这一招 我可能其实不一定能够活到我老 那如果时间就剩这么一点的话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才是有意义的 当时我就跟老板有这样说 我不能做百六礼拜 因为我要参与吃鸡的活动 我是一个比较利他的人 我做很多事情 我不会就是想要是为了自己更好过一点点 我会因为一件事情是对 或者我肩负那个责任 我就会去做它 但是可能那件事情 不一定说我是喜欢的事情 我会做的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